虽然已经到了初冬,但是这段时间收获上市的农产品也不少,前有萝卜白菜这些冬季蔬菜,还有各种在这段时间成熟的水果。 对于农民来说,每次有农产品上市的时候,总会出现一些滞销和低价卖不动的现象。 如今河北省秦皇岛市福宁区台营镇华庄村的梨就面临了滞销的困境。 河北省秦皇岛市福宁区台营镇华庄村是一个生产客种梨的村长,其中的红枭梨更是这个村子的金字招牌。 红枭梨一直有着京北民国的美称,往年在市场上通常能卖到6元一斤的价格。 如今华庄村大规模种植的红枭梨已经迎来了丰收,果农原本想着能借此踏转一笔,没想到今年的行情却迎来了滑铁路。 目前红枭梨的羊面甚至比苹果表面还要红,虽然果实的涨势喜人,可是近段时间来上门问洽的商贩却少之又少。 近几天气温一直在下降,眼看着挂在树上的果子就要冻坏了,果农们只好把它们一一采摘下来堆在院子里。 整个村子里十几万公斤红枭就这样滞销,目前产地的收购价已经降到了两块一斤,却仍然卖不动。 收回来的红枭梨已经堆成了小山,按照果农的说法,红枭梨不仅颜色漂亮,果肉味道也十分爽口,明明是质量和口感都很出众的水果,今年为何迟迟卖不动呢? 对果农来说,水果没有稳定的销路一直是个大问题,整个华庄村都是种梨的农民,可是附近却没有足够的市场能消化这么多梨。 农民也不能自产自销,把这些梨拿到市场商贩办,他们唯一的出炉就是等着商贩上门。 今年红枭梨刚下树的时候,有人出两元一斤收购,很多农民算了算成本不太划算,所以没所得卖。 没想到之后来问价的收购商就越来越少了,好不容易有几个零星上门的商贩,还有一而再而三的压价,把收购价压到了1.7元一斤不说,一次性收购的数量也十分有限。 根据果农的大致估算,目前华庄村全村除了有25万斤的红枭梨直销之外,还有5.5万公斤金白梨,5万公斤雪花梨和2万公斤安梨,花盖梨同样无人问津,全是上好的果实。 这其中只有红枭梨的存放期比较长,其他几种梨面临着烂在家里的风险。 眼看着就要到年底了,这些梨却迟迟迟卖不出去,很多果农纷纷发愁,接下来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,没了这一笔收入,今年又该。 咋过年呢?对此你有什么看法?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。